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它说呢设数列an满足呢首相等于3 然后呢an加1等于an加上n加1夸好的平方 要我们来求一般相an 诶这又是一个地回关系 要来求一般相的这种题目 但是呢这个地方困难的在于这个地回关系 我们又发现呢 因为我们对三种地回关系很熟嘛 对不对 就是等差型的地回关系 等比型的 还有呢混合型的 OK混合型的就是呢an加1等于r倍的an加d 这三种 但是我们发现呢 它都不是这三种 那如果都不是这三种的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就是怎么样 就是呢 把这两个前后项啊 变成这种相减的模式 就是把它移向过来 然后呢做个观察 OK 这个东西啊都不是要大家用硬背的 但是呢这是培养一下一些数学的这个算式的感觉 我们把它移过来以后呢an加1减掉an 会等于呢这个n加1夸号的平方 大家想一想一件事情 如果呢我们就从a2减a1开始一路列下去 会发生怎么样 就会是a2减a1嘛a3减a2嘛a4减a3 如果你这个对这个有点sense的话 你就会发现这就是所谓的一加一减咯 我们看一下 我们把1带进来的时候n等于1带进来a2减a1就等于呢是2的平方 那如果呢是a3减a2的时候呢 就是2加1的平方 就是3的平方 然后呢再来a4减a3的时候 就是4的平方 如法炮制一路写下去 写到呢是an 减掉an减1的时候呢 就是n的平方 你看看 有没有发现很有趣的地方 来了又是一加一减 一加一减我们最爱了 为什么 只要把它加在一起 就会发现 哦这个a2是正的 但是这个a2是负的 这个a3是正的 但是这个a3是负的 全部加起来就这样子 上面下面上面下面消掉 这个地方会有个an减1 最后这里的an减1也消掉了 所以左边剩下什么呢 左边就只剩下an减掉a1 OK那a1是3嘛 右边等于什么呢 右边就等于2平方 加上3平方 加上4平方 加上点点点点点 加到n平方 有没有发现 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东西根本就等于 1平方加2平方 加3平方加4平方 加到n平方 这个叫做连续正整数的平方和 但是不好意思 这个1平方并没有出现在这里 所以这个1平方我自己配上来的 我就自己把它剪掉 OK 那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 原因是因为这个1平方加到n平方呢 我们不是就有一个公式吗 就是什么 6分之1的n乘上n加1乘上2n加1 千万不要用硬倍的 好 我们已经用数学归纳法跟其他的方式推导过一次 但是呢 这个东西最终你要把结果记下来的时候 其实并不会非常困难 这个系数 6分之1 它的分母为什么是6 你就这样想 如果我n带1进来的时候 这边变成1乘2乘3 所以呢 这个东西 1乘2乘3是6 这个地方就是6 那为什么是n加1 n加1 2n加1呢 为什么不是n加1 n加2 因为n加1两个相加 刚刚好是不是就是2n加1 OK 你可以自己呢 去捏一些理由出来 让自己比较好的能够记下这个结果 但是 简单来讲 熟能生巧 多写几次 你就会熟悉这个算式啦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把整项呢 因为我已经知道 1平方加到n平方的公式 最后是等于这个东西 所以我整理一下式子 就可以变成 an减掉3 会等于6分之1 的n乘上n加1 乘上2n加1 然后呢 这个地方还记得 还要减1哦 这个减1 这两个左右两边会相等 所以呢 an就会等于什么 我们把这边呢 写开 这边是n加1 乘上2n加1的话 所以是2n平方 加上3n加1 这个很清楚 再乘一个n以后就变成n三方 加上呢 什么 2n三方 然后呢 加上3n平方 然后再加n 那最后这个减1 如果我们要放上来的话 就变成什么呢 就变成是减6 OK 但我们先不放上来 我们先把这个 负3移过去 就变成是正2 我们把这个负3移过去 所以这里先插掉一下 我们这边呢 就变成是正2 那所以呢 算下来的话就是6 分之2n三次方 加3n平 加上n 然后呢 最后是加上12 那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啊 这种算式呢 因为我们在计算的过程当中 常常容易不小心初心错 所以呢 建议大家 验算一下 怎么验算呢 a1等于3没有问题 那a2呢 我们用这个式子来验证一下 a2呢 这边算出来的是 2的三次方 是8嘛 2乘以8是16 16呢 加上3乘以2的平方 3乘以4 16呢 加上12 就是28 28加2呢 是这个 30 30再加12呢 是42 42除以6 是7 OK 好 练习一下小小的心算 当然你也可以乖乖算了 a2呢 用这个式子算出来 是7 那用上面的式子呢 我们看一下 a2 同时也是等于 a1 加上呢 1加1括号的平方 所以就会变成 3 再加上4 所以也是等于7 OK 我们这样验算了以后 就发现 至少呢 你不会带a2的时候就错了 那至少 我比较有信心 它是对的 好 那这个就是答案 只是提醒大家 要 有的时候 要会记得 要验算 咯